在我们人生不同的情况之中 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 弟兄姐妹平安 当我们思想自己每一天过的生活的时候 你的生活是不是一个丰盛的生活呢 还是一个贫乏的生活呢 今天我们要欣赏一首诗歌叫做更丰盛 当中就提到在我们人生不同的情况之中 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 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当我们欣赏的时候 希望我们都能够注意 那就是歌词中提到 我们属于这位神这位主 当我们有一个相属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转变了 人的有限慢慢就开始体验到 与神相属带来的永恒和无限 这样子的话 有限的耐心慢慢变得更丰盛 有限的爱心也慢慢变得更丰盛 那么这首诗歌给我们看见 原来更丰盛的生活是可以体验 是可以实践的 只要我们的生命与神相属 生命与神相连 那么更丰盛的生命显现出来 当然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更丰盛 愿主祝福你 饼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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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可以体验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严重 还是可以体验的 但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可以体验 但是我们的生命严重 是你的夢想 心在我的生命 是神的兒童 不知道世界是美的路 從此不乏黑夜 從此不再膽怯 雖然遠離家鄉 我卻不再憂傷 就在我的身上 生命也能放下 我輸他 我完全輸他 為你的空想 我卻不再膽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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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為主而光 我卻不再膽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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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句话 每句诗 每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